我博客里面JATK4的操作文档 把前面的几个步骤走了 去PCR重复 还有FixMateInfo 这两个步骤走完了 但是不够 刚才我们留下了这个悬念 还需要一个叫做Recalibrate 这个步骤该怎么走呢 前面的这个代码 我们可以把它变得稍微好看一点 像下面的代码一样 可以加上这一个斜杆 这样的话再用个table击一下 再加上斜杆 这个斜杆就是说 表示下面的代码 跟前面的代码是一回事 就是这是一句话 它只是把它分开写 明白没有 上面这个给logmark 那下面这一个FixMateInfo Lohub就无用了 还是斜杆 你看这两个的时候 前面的两个都没有用到BUM文件 都没有用到Fascure文件 也没有用到VCF文件 还是比较纯粹的一个代码 下面代码就复杂一点 刚才这个代码不是生成了mark.f吗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了 有了这个东西是吧 4.8G 4.7G变成4.8G 但是还不够 还需要把它给index一下 index应该也会要点时间 我们就先继续改这个代码 然后顺便给大家讲 再讲讲这个代码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然后接下来需要这个Base Recaliburator 这个代码我们是通过这个PVT里面找到了 是吧 因为这个流程在这里 它的流程是这样的 先做Base Recaliburator 是吧 做了之后可以给它叫Base Caliburator 再给它叫Analyze Coaliburator 就分析一些共变量什么的 这两个做都是虚线 看看虚线就是可做 可做之后可以做Prod 也可不做 不做怎么做呢 就直接到这一步 看到没有 Apply BQSR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 首先这个代码Base Recaliburator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运行它 因为它需要的 Werfer 是Faster Queue -i 是我们这个上一步的AutoPool 它需要一个两个VCF文件 一个是SMP 一个Intel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再来一次 把这个变量再命名一次 好 index也做好了 是吧 只有这些变量都有了之后 我们这一个代码才能运行 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我不加noHub 我们看一下 看会不会报错 好 已经报错了 它说这个noSite前面有个问号 那说明了什么呢 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从马可达里面 Copy代码的时候 那东西杠不对 杠 是杠不对吗 哪个杠不对 刘塞的前面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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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一个 哎呀 这个真尴尬 对 这是一个 哇 你这眼神非常之好啊 这么小的制服上都被你找到了 厉害厉害 好 我们再运行这个代码 看看他会不会报错 他还报错 他说 K的NOT 我什么时候有个K这个选项吗 哦 这个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为什么报错呢 因为他其实是两个干 明白了没有 这还有一个干 这两个干被他搞成一个大干了 他是这里写错了 这就是一些笑脚本基础知识啊 因为这个字很残 所以要有两个干 一个字就 一个字符通常用一个干 那我们再来一次 看看会不会错 还有错呀 no set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那个 这个代码肯定是给JATK3的 所以在JATK4里面用不了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需要的是个什么 需要的是 这个实际上是太残了 哦 干干 low set 这真的是 这不看伟的密 真的是写不对啊 这东西啊 你永远不知道作者到底是怎么想的 要是有个干K这个参数多好 是吧 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 现在好像就没有报错了 我们可以在右边TOP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运行 哎 已经挂掉了 那怎么TOP刚才没看到 可以用PS干ELF干一下 代码还在是吧 有时候TOP就是看不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需要你们听马更丁的视频的 我从来没听过 只有靠你们了 听下去 后面还有三十讲 你们只听到前面十讲而已 听到后面你也知道 为什么TOP有时候找不到 你看他就开始一个个做 这个做就完全取决于速度了 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运行下面这一步 下面这一步 我感觉这个代码可能也不是很对 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说明书 他用的干BQSR 对啊 我们这里是个大写的 我觉得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只能 而且他也没说道理 用什么命令 你看到没有 include的e 连这个代码就写的特别模糊 他完全就没有说 他用的是这个代码 是吧 他用的是apply BQSR 所以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刚才收的这个代码是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会错 因为刚才我们在这里找的代码嘛 他这个我们是看不出来 他是JATK4还是JATK3的 但事实上他是JATK3 我猜想应该是3 怎么看呢 你看他是JATK点加 JATK4不是JATK点加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home 不要说服了 JATK4 你们看到没有 他是local点加 或SPA点加 为什么呢 因为JATK4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也不知道怎么转变 就是说他也可以在SPA 给他们用 大数据进程 非常快 分布式运算 我随便瞎说 看到新奇的名字 扯上去就好了 所以像这个JATK3的话 就这些代码很多都过失了 像刚才这个代码 很明显应该用这个 是吧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替换过去 然后-r -r可以用这个 -r之后-i -i还是用这个 是吧 -bqsr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 但是先这样吧 对用这个是吧 然后-o -o的话 它叫bqsr.bam 行 我们也这样叫吧 bqsr.bam 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看这个参数 趁这边还在运行 这边还在运行二号码实体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参数 怎么回事 这有什么问题吗 JATK4在这一个终端里面并没有 明白没有 在这个终端里面才有 这每个终端都是自己的环境变量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代码复制过去 看到没有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erco一下这个JATK 是没有东西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复制进去 再erco一下 JATK 现在有东西了 是吧 有东西了之后下面这个代码才能运行 才有意义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代码的参数 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现在就可以运行了 它就会弹出这个说明书 说明书蛮复杂的 仔细看看 reference没有问题 是吧 我们先看一下它require的是什么参数 它需要一个input 是BAM文件 需要一个output 也是个BAM文件 它没说 是吧 它需要一个bqsr文件 是吧 就上一个步骤的 然后就没有了 但是它有一些add型的augment 有一个add型的augment很重要 叫 叫啥我也不记得了 因为我当时找了好久才找到那个代码 global help interval preserve qscore less than punding raise felt read index reference sequence deductory set any way save our ball jdk random show hide stating 好了没找到那个参数 不过不要紧 这个参数已经足够我们用了 5号显示篇 那我们休息一会 这个jtk本身就要花很长时间来理解哈 不过来说 不要紧 不过来说